剛進來水泥扛出來了 剛進來扛了一陣子 你在戲劇界有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有瓶頸這一回事嗎 或者是那個時候 你會在乎知名度這一回事嗎 瓶頸喔 知名度 因為其實我在戲劇界 我那個時候 我只會想說把握當下每一個工作的機會 但我也很開心 公司幫我安排了很多角色讓我去演 我只是希望說可以得到這個機會 然後賺更多的錢幫家裡還債這樣 其實我沒有 當下沒有想到說什麼知名度或什麼 只希望說趕快爭取到這些工作的機會這樣子 那對 趕快讓家裡更輕鬆 就是盡力做 我覺得你們四個人的人生故事啊 真的可以寫成一本書 我真的就是來自問來 那瓶頸城真的是靠自己 你一步一步走出來 顏雅倫的爸爸是台大的名醫對不對 醫生啊 對 故意省略那個名字 因為爸爸其實是一個蠻淡薄名利的人 他其實蠻低調的 他在醫院其實 醫院也會像每個圈子都會有一些競爭 其實爸爸是比較默默做他事情的人 他在這一點我看了 我一路長大看他是這樣子 我有時候會 因為我正義感很強 所以我有時候會替爸爸打抱不平 就是有時候他可能會受到委屈 或是他應該得到了 但他就是不會去爭 所以他就沒有得到 但我覺得爸爸那麼努力 他應該要得到 其實我小時候的正義感 就是一直這樣子被激發出來 我覺得我很強烈 甚至有點偏激的正義感 你想當教育部長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一路這樣子成長過來 其實我學習的過程沒有那麼的開心 為什麼呢 怎麼說 可能是我個性的關係吧 我比較不擅長在團體裡面生活 然後又加上我小學是在美國長大 所以我自我的主意很強 然後一回到台灣我完全沒辦法適應 所以那時候其實 跟同學相處也沒有那麼的融洽 所以在國中的時候吧 所以讓我在成長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陰影 那你那個時候要進演藝圈的時候 尤其飛輪海已經很紅的時候 你爸爸怎麼看 其實他會反對嗎 在進演藝圈之前呢 家裡有一直發生一些就是 所謂的家家有個難念的經 所以那段時間就是有 因為我個性的關係 因為跟媽媽相處的關係 因為媽媽個性也很直 所以就是常常會有一些爭執這樣 其實有一段革命了啦 就是所謂的家庭革命這樣 這樣啊 對 一直到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爸爸其實跟我已經慢慢的 他以前都不太跟我講話了 對後來是因為相處時間多了 或是爭吵的時間多了 感情越來越好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句 他就說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你好好做然後開心的做 他就會在背後支持我 其實很多人聽到這個也蠻驚訝 因為爸爸是醫生 總會想要小孩子就是追隨他的腳步 對啊 想說你會不會有壓力 以前是有想過要像爸爸一樣那樣 還蠻威大 對啊 但是知道自己好像心不在讀書吧 但很奇怪的是又想當教育部長 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也想看過警察 我也想看過警察 也想維護正義 真的嗎 後來他看到你們在演藝圈的成就的時候 爸爸有跟你說什麼嗎 他會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我媽媽比較多 說的比較多 他看到我的我們現在的樣子 他其實很替我們開心 然後也覺得我越來越長大這樣子 我媽媽曾經因為我就是講了一句話 就是小時候我從來沒有跟他講過的話 然後他就哭了 他說你長大 我想說我小時候這麼的那個 這麼皮嗎 是什麼話你還記得嗎 就是記得一次回家 然後媽媽幫我整理一些粉絲 就是歌迷的信這樣子 然後以前我都不會說話 因為我不太擅長說 說這些比較肉麻的話 所以回家的時候 我就是看我媽媽整理 我有時候可能偶爾就是去幫個忙這樣子 但是我那一次就說媽媽 謝謝你很辛苦這樣子 我每次看到你這樣子 我都其實很感動 然後媽媽聽到下一套 你長大了 他想說你怎麼會說這種話這樣子 對啊 你們四個人的歌星其實很鮮明 非常非常的強烈 然後易如你是四個人裡面最獨立的 應該說你是最獨立的嗎 也還好啦 但是因為我十七歲高中畢業 就一個人到加拿大念書 然後念了七年六七年 就念大學跟研究所 所以還蠻習慣自己 因為都自己一個人住啊 前半年住朋友家 後來就自己住 習慣就是自己買菜啊 做什麼啊 辦什麼保險去銀行或什麼 就我覺得在加拿大生活還讓我蠻獨立 就不只當學生 就家裡什麼事我都要處理 所以這樣很習慣自己做事情 所以我爸媽就覺得 欸 學的還蠻獨立 都不用擔心你這樣子 爸媽也覺得你長大了 對啊 你學也是財經嘛 你是學財經 對 我是經濟系的 經濟系經濟所 但是後來的所學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在那時候2004年念研究所 然後快念完要畢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Sunshine Boys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就是那邊 中文電台就是跟我們公司 科米製作有辦一個比賽 然後說如果得名的話 有機會回台灣拍偶像劇 然後那時候就哇 又說我們公司的老闆 是流星畫園製作人 我想哇 流星畫園很紅欸 眼睛都亮了 眼睛都亮了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欸 你試試看啊 搞不好有機會 然後後來就還蠻幸運的冠軍 然後後來就是 老闆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回台灣拍戲啊 他就跟我講 他心中的理想跟抱負 他就覺得 日流 寒流都很流行 那他還想要創造一股滑流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欸 蠻被他打動 然後後來就拎了兩個行李箱回台灣 然後那時候我都不敢告訴我爸講 因為我爸是一個 我從小在一個傳統家庭 爸爸是很富言母慈的 他很傳統 他覺得我花那麼多錢 那天念大學研究所 我光想到如果說 我要回來拍戲 他一定會很生氣 所以我就偷偷地跑回來 因為那時候冠軍有一張機票回到台北 我偷偷跑回來 然後就住在我好朋友家 國中的好朋友家 然後住了兩個月 我都不敢跟我爸講 然後我只有跟我媽講 因為我知道我媽應該會比較了解 那她是就覺得OK 可以試試看 可是她覺得說 你還是要跟你爸講 不然她會氣死 打電話什麼 溫哥華都沒人接 每個週末她一直問我媽說 為什麼打兒子的手機都一直關機 兒子就已經在台灣了 然後我還很賊 從台灣打電話給她 爸 我在溫哥華 那好吧 還強調自己在溫哥華 對… 後來就被發現了 後來就跟她講了 然後後來她也是很生氣 不出我意料 就叫我趕快回溫哥華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在溫哥華要找工作 已經在… 原本要在中央銀行上班 想說上一年 再決定要留在加拿大 還是回台灣工作 結果那時候她當然是叫我回去 然後那時候拍戲有點延遲 那她又不給我錢 我就自立更生 然後我就跑去教英文 在台灣教英文 真的啊 去美語中心教英文 你還有這一段 對啊 然後後來就才開始拍戲 然後就遇上他們三個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機會 一個緣分 然後真的還滿順利 那一直到現在 像我們二月在紅刊 香港紅刊辦演唱會 我就請我爸媽一人哪裡去啊 因為我想讓他們知道 我這幾年在幹嘛 那我們到底學到什麼 那她看了以後她很感動 她哭了嗎 她沒哭 可是她平常 她也是一個很內斂的人 她居然會在台下跟我比讚 或是什麼 然後我下台我記得很深刻 她第一眼看到我她說 爸很幫你們高興 你們四個受到這麼多人的歡迎 對啊 那我就覺得她現在其實滿放心 我在這一行 因為她 我就是讓她了解我在做什麼 我公司的人是怎麼樣 那 她爸爸真的 以前很嚴肅 很嚴肅 你也認識啊 不跟她講話 對 我們坐很近有一次 坐她爸的便車 她叫我回去 然後我坐在後面 她爸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好害怕 因為她跟我提過 她爸很嚴肅 我爸有跟她講 只是她很創造 很嚇到 因為我爸就是很嚴肅 她很有威嚴是不是 對很有威嚴的一個 是教授嘛對不對 我爸現在有在台北科技大學當講師 對 然後她也有在工作這樣 聽到老師我就肅然起敬了 OK 好 很開心聽到你們的成長史跟發跡史 進廣告之前要看一段你們的表演 然後廣告之後回來 要聽聽你們彈演唱會的詩 OK 繼續鎖定 如果 青春只剩一張 雀斑海盜 把你貼在耳下 收藏 你的背影變成無家之宝 有我鬧出炫耀 走路太飄 吃不飽睡不好 老大都慢跳 希望跳得太糟糕 有給你聽到 是你懷疑我 對你呼叫